小可 我記得你 我記得你好像很早就開始塗那個 姐妹們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我印象到這個 因為我記得白開水幫她塗 塗到她肚子啊 塗到口水滴下了 因為她太認真了 其實剛才就是保安醫生有講到 就是認成紋這東西可以看 媽媽的肚子 我其實印象中 我媽肚子非常非常多的認成紋 而且是整圈都有 包括手臂這邊啊 胸部這裡都有 那我其實那時候不太清楚那是什麼 後來比較知道才知道 原來是認成紋 所以其實我真的是 我比較積極一點 我就從有兩條線開始 我就開始擦 然後我擦因為 我媽媽過世很早 所以我也沒有得問 但是我就是上網查 搜尋查 然後就讓我查到這一間 這個所有媽媽都知道 這一家的 他們家的產品呢 對 是法國有 六十年歷史的一個藥廠製造的 那她為什麼會厲害 是因為她除了做孕媽咪之外 她還做就是小朋友的 嬰幼兒的 所有的幾乎保護的產品 都在裡面 而且她是藥廠製作的 所以非常非常安心 這個穆媽媽產品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是她的成分 非常非常天然 她有九十九種 九十九%的脂萃的精華 都在裡面 然後她是 有六種脂萃去製造而成 然後加了 維生素E 在維生素E 大家都知道維生素E 非常非常滋潤 而且它裡面加了一個專利 這專利我是上網查了之後 我才知道這專利很厲害 它叫做 羽膳豆醇 羽膳豆醇 然後跟我們一般都知道 就是 對 這東西 還有我們再擦保養品 一定會知道 就保養品裡面有一個 紅石柳子油 紅石柳子油 這很好 它全部都把它加在裡面去 對 然後我真的就是 我跟你說 你們如果現在要擦 其實都來得及 我大概就是壓一滴之後 把它塗熱 晚上塗熱之後 我會從這邊 胸部這裡先開始擦 妳擦全身喔 我基本上是擦全身 然後後面 我沒有認成文 妳擦全身 妳擦一下 可是我沒有認成文 而且我懷孕的時候 我都不擦耶 真的 妳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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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妳的吧 難怪阿伯一定 當然PO妳比基尼的照片 妳正常了 沒有 我沒有認成文 所以我真的 而且大腿一定要擦 妳們大腿後 大腿的肌肉類就一定要擦 我覺得她是防蚊專家 防蚊 防蚊是需要 對 真的很需要 超級需要 對 她剛剛講的那個 羽扇豆醇是什麼東西 羽扇豆其實它的英文 它是來自於一種花 叫 L-U-P-I-N 發音叫Rubin Rubin 大家有沒有想到什麼花 乳冰花 曾聰明看花音很準 真的 真的就是乳冰花 我順便英語教學 乳冰 那個羽扇豆醇 真的就是 乳冰花的種子 那知道乳冰花 其實又稱媽媽花 這是在台灣 因為它這個花 花卸了以後 卸到土壤裡面 化成養分 來供養後面的一些所有的 花的開發 對 所以這 但重點不是在講這個故事 是媽媽 而是裡面這個成分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重點 它是來自於發炎反應 它是來自於Stretch 就是一個壓力太大 去壓引起的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讓皮膚震靜 不會去癢 如果我們可以讓它按摩 增加一點點彈性 額外再增加一些其他的產品成分 一些膠原蛋白的主成分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改善 所以它的裡面成分 就來自乳冰這個成分 它其實就是要 雨散豆醇 它對任成為預防 已經越來越精緻 一個是油類 像第一罐是油類 但是一旦有點要出現 或者是到中後期的時候 它有另外一個雙類的東西 雙類的東西它裡面就加了 酪梨生態 還好 你們之前跟你有無忌 我跟你講這分三階段 哇塞 那你不會一直拿出來 你們小氣鬼 我想是不是有需求才要 而且重點是 我剛剛看半電話 我看不懂 因為它發我原裝鏡頭 我剛剛本想問說 那雨散那個不看 我一直說很厲害 剛才不好意思 我講到就是那個酪梨生態 就如果你現在真的有的話 像我後期 初期我是用油 因為初期會防止它會癢 你知道每五個月 然後七個月 它開始撐的時候 那幾天就很癢 很癢 那如果你比較有時間的話 你就晚上擦這個 孕膚油 然後白天 因為它的質地比較 沒有這麼的油膩 雖然它也不油膩 但是有時候 可以直接就穿衣服 就上班了 所以呢 你擦這個是非常非常舒服 然後裡面有加 就是 對 那如果說 你真的沒有時間的話 我自己的話 就是擠這個 大概擠三滴 然後再加那個 加這樣一條 把它弄在一起 全身擦 就更好推 可是它是已經 真的最適合 所以這個也很好推了 這個也很好推 就是不一樣的需求 對 而且這個油其實 因為小可跟我介紹 我擦過一段時間 那我很喜歡 是因為它 擦了之後它的那個 分子很小 對 所以它會吸到皮膚裡面 然後你穿衣服 它不會黏在衣服上 很方便 對 這真的很方便 那如果說你最後 最後真的受不了了 你還有一塊 就是 就是想說擋不住的時候 擋不住的時候 來了來了 那是無法擋了 對 就是這樣 一二三 可是我覺得媽媽就是 花一點時間 在自己的身材上面 或者是紋路上面 因為大家都不希望 然後留下痕跡 所以真的是有差 可是你剛剛講的那個霜 但你剛剛講到酪梨生態 它是酪梨生態的 它是什麼東西 酪梨生態其實 剛剛你提到了 我們其實要讓皮膚 多一點滋潤 多一點保濕 第一個不會癢 第二個滋潤的時候 皮膚的角質比較厚 它在伸展 就拉開的時候 彈性會比較好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些 阿拉伯半膠的一些聚糖 這個成分是膠原蛋白 大家只聽到膠原蛋白 其實膠原蛋白 還是有很多東西來組成的 它也提供了一些產品成分 很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 那第二個 剛剛第二個部分的 雙類的東西 其實有時候它 我會讓產婦再去用 就是除了肚皮以外 我會讓它用 因為我剛剛講 它有鎮靜表皮 對 讓它穩定 甚至滋潤的一個功能 所以有時候 它有時候是手 有時候是側面 甚至大腿 我都會讓它去用 最後一個是精華液 其實它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已經產生的時候 它裡面著重在吸收 所以它的使用上 會更精準一點 就是它是滴在上面 直接就推就可以了 針券已經產生的 潤成紋來改變 那慕容恩斯克 幫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希望媽媽跟小朋友 都可以健健康康 然後有沒有什麼 生活的法律 要遵守一下 第二個是 第三個是 再來就是 然後隨時跟老公 保持良好的溝通 心情不好受 好好的跟老公聊一聊 其實 心情好 孩子就會更健康 對 今天我們從這個飲食方面 還有保養方面 就是希望媽咪都可以 越來越漂亮 不要生了小孩之後 姑娘變老娘 就是姑娘還是可以當正妹 好不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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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熬夜對身體不大好 但是孕婦熬夜好像更不OK 對不對 保餘醫師 太多研究告訴我們 如果孕婦睡不好 其實她的血壓會波動不肯定 其實不用孕婦 她會受到一些反應 她會回饋給身體的機制說 妳血壓穩定一點 那穩定一點要怎麼辦呢 太低不夠 太高 於是她就慢慢血壓高 有一個疾病叫 就產生了 其實孕婦聽到這個都很害怕 所以我們現在給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給一點 保育 就是讓血管鬆一點點 既然血管鬆一點 管徑大一點 血就過得去 其實這個叫 我們讓它不要太差 混到夠大 像以前的子天前症沒有控制 大概七個月血壓高一點 八個月一定高 三十三四週 小孩一定小小的 血壓又高 就必須生掉 我們現在用這種藥物控制 它可能三十六七週 血壓慢慢高 這是現在的機制 很有趣 醫師聊天好好聽喔 所以除了我們剛才講的 這些醫療上的幫助之外 那假設今天真的熬夜 媽媽熬夜 又想糟糕 保養醫師說熬夜 會這個血壓會高 那怎麼樣可以 補救一下 身體是一個 非常常態性的一個組織 你第一天睡不好 隔天 她難免會希望你補眠 可是我會希望 因為我們現在有些媽媽 很幸運她可以在家裡 長期休息 如果你今天晚上睡不好 我曾經病人問過說 你這幾天都睡不好 後來我就白天補眠 那有補嗎 補一點點 大概幾點睡到幾點 大概也不多 11點睡到晚上6點 哇塞 誇張 所以她後來就完全晚上睡不著 因為她變成 她移到那邊去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 如果前一天真的睡不好 隔天補一點點 午休的時候 可以補一點點 但不要太把過去的睡眠補回來 大家知道補眠是補不回來 但第二個 就要去找座看看 你前一天為什麼睡不好 是哪些因素 吃了刺激類的食物 或者有其他心情煩惱 或者是燈光 3C產品刺激太多 你應該是在之後修正 嗯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eens OK 按下ちょ 一會兒 按下 Erfahru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